宜兰有太极移工遭雇主弃尸在蓝沙坝 死者是在今年1月初持观光签证来台 因为预期拘留非法在宜兰郊西工作 近期家人因为找不到人 27号请求协助 警方后报之后巡线找到雇主 雇主这才说出 移工已经死亡 被弃尸在宜兰郊西的一处蓝沙坝 雇主就公称是这名移工他平常爱喝酒 近日又生病 在宿舍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明显死亡 那担心非法雇用移工曝光 雇主才会跟死者的太太这些人 把人给弃尸 全案还在厘清当中